按照字体,长辈们一笔一画写得相当认真 对阿公阿嬷来说 写毛笔字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记忆了 但经过老师耐心指导基本笔法之后 越写越有心得 也回忆小时候那种上课的感觉 来这里有老师在教 诗别对我们心情更好 再来这里提到一些朋友 很好啦 字体的摆放及书写方式都是非常重要 书法不仅念字 也能够让银法长辈动动脑训练手脚 比较不容易退化 除了可以陶冶性情 并结识更多的同好会议良多 从这个中间慢慢学习 教他们怎么用笔 去学笔触 就是书法的一些简单的用笔 还有抓笔 他们年纪大 手感会比较差一点 但是慢慢的 有些他们刚开始说 那个手都会抖 在抓笔的时候会抖 然后慢慢就稳定下来 稳定下来以后 他越写就越好 议员表示 希望借由课程的学习 让这些退休或是对书法有兴趣的长辈 不只修身养性 并从中了解文字的内涵 将书法向下扎根 值得各社区家以效法 修法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就是说一日一日一坨一坨 慢慢来可以培养 我们的修身养性 可以培养我们的文化气息 所以说我们的长辈 大家可以除了现在学习的之外 很欢迎我们所有的长辈 六十个医生 这些长辈 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 共同度过一天很快乐的日子 清新礼关怀据点 除了开设长辈们喜爱的书法课程之外 也安排不同的才艺及健康讲座 希望让长辈透过社会参与 学习到多元的才艺 民意新闻洪一伦 玻璃采访报道